世界飞热身在上8分钟就进球西班牙靠阿斯帕斯显胜,西班牙阿斯帕斯,6月10日西班牙和突尼西亚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,举行了一场国际友谊赛,整场西班牙控球率极高,但都并未制造出很好的射门机会,下半场替补上阵的阿斯帕斯·埃斯特斯接获同为替补的队友科斯塔·库斯助攻,踢入自身一球, 中场西班牙以1比0小胜突尼西亚,本场比赛,西班牙在进攻端,尽管占据了场上大部分的控球权,球队却无太多射门机会,上半场的一些失误,更险些被突尼西亚率先破门得分,直到比赛第76分钟,阿斯帕斯的替补出场,扮演了骑兵的作用,比赛第84分钟,科斯塔切入禁区左侧,闪过后卫和守门连后, 回传阿斯帕斯,而他也顺利的在门前左侧16码处,以一记左脚射门得分,曾拿下三阶欧洲冠军和2010世界杯冠军,西班牙此一获胜后,也顺利收下队是第400胜,两年各项赛事连续20场不败,是世界杯前连续不败场次最多的国家队, 但赛后,阿斯帕斯接受了媒体采访,他表示,经历了两场热身赛后,感觉球队状态不如集训前,显然全队还没找到最理想的控球状态,当被问到自己在球队中的定位问题, 阿斯帕斯认为无论先发或替补,完全尊重教练的安排,自己就是抓住每次出场机会,为球队破门得分,尽管此一的好表,现,仍无法确定在人才济济的西班牙,能获得先发的机会,但阿斯帕斯的好状态,无疑是球队争贯的一枚国旗,是足赛最新赛程曝光,死亡之祖谁能突破崇雷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